一般人在没有特别注意的情形下 都是使用胸式呼吸 呼吸的时候空气进入胸腔 身体感觉到的是肩膀和胸部的起伏 运动或是心情紧张的时候 感觉到呼吸很浅 吸不到气 很喘 都是因为使用胸式呼吸的关系 因此胸式呼吸也称为浅层呼吸 吹奏树敌的时候需要有更大的肺活量 因此我们需要学习更深层的呼吸方式 也就是腹式呼吸 腹式呼吸能够让你的身体更加放松 也能够提高肺活量 让吹奏树敌时候的音乐表现更加流畅 现在为大家示范腹式呼吸的练习方式 首先请你将你的双手放在腹部 也就是肚脐的上方 接着请你弯腰 使用鼻子吸气 吐气 感觉到吸气的时候肚子是向外突出来 吐气的时候肚子向内凹进去 接着用嘴巴吸气 吐气 站直身体后请用鼻子吸气 吐气 再用嘴巴吸气 吐气 要记得使用嘴巴呼吸的感觉 这样子就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练习腹式呼吸 现在为大家示范吹奏树底的嘴形 在练习嘴形的时候呢 可以用阿一条鱼这个口诀来记忆 主要是用到阿一三个音来做记忆 首先说阿 并将你的吹嘴放到门哑的后面 再来说一的时候呢 要有咬住树底的感觉 最后说一的时候呢 下巴要往下拉 所以是阿一 这样就可以顺利吹出声音了 在熟悉Do,Re,Mi,Fa,So五个音的指法之后 就可以开始进行曲调的吹奏 在吹曲子之前呢 可以先在心里默唱一次旋律 默唱完之后呢 再开始进行吹奏 那谱上会有很多打勾的地方 是表示需要呼吸换气 如果你的气比较长 也可以固定四个小节 或是八个小节 在呼吸换气 现在为大家示范 圣诞鸣声 我们下 Louise sai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